急上旅客议论纷纷 而且各个面露疲态 因为他们已经飞了八个多小时 重点是 下飞机搭接驳车 旅客们又回到原点 洛杉矶机场 才刚刚过 San Francisco那边而已 没多久 他就飞机 这个机场就公布说 飞机有点遇场 所以他们现在要返回最近的航班 又是洛杉矶 所以我们 飞了五个小时 又再飞了四个小时回来 这一架班机是长荣航空 BR5航班 波音777-300ER客机 从洛杉矶飞往桃园 预计美西时间 是三号下午 十二点四十四分起飞 就在起飞后三个半小时 又发动机出现异常讯息 一度挂上7700 紧急代码 在太平洋上空折返 最后在美西时间 十三号晚间九点三十二分 降落在洛杉矶机场 旅客在飞机上 搭了八个多小时 影响人数 共三百一十九名旅客 和一名婴儿 长荣航空表示 将协助旅客迁转到其他航班 或提供后续行程及时速安排 也证实航行过程中 是又发动机出现异常讯息 航机转将返回洛杉矶国际机场 假使我的飞机故障 那我要考虑到我 究竟落地之后的维修能力 好比说 例如你刚刚你讲的这个 夏威夷来讲 因为夏威夷毕竟它不是主要的场站 如果说我下去之后 飞机并没有办法完成维修 再起飞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后续更多问题 至于飞机异常详细原因 有在航空公司进一步调查理清 三一圈续号研寻清 我们到